我们之前已经在这个雪邦赛道为大家介绍了这个 Honda City Hatchback 的 RS 版本 所以在今天这辆车发布之后 我们会为大家介绍就是这个汽油的顶级版本 1.5V 来看看它跟之前的 RS 版本有什么不一样 相比起 RS 版本 汽油版本在外观设计上面会稍微朴素一点 例如说这个 Honda Solid Wind 的水箱护照在 RS 版本是 Piano Brake 而在这个版本上面采用的则是镀铬材质 另外一点就是这个下唇也没有了 Carbon Fiber 的设计 所以看起来这台车会稍微斯文一点 至于在头灯组方面 如果你买到的是 S 跟 E 版本 它拥有的是 LED 的日渐新车灯 还有鲁树的远近光灯 只有在顶级的 V 版本你才可以享有全 LED 的头灯组 这个 1.5V 的版本采用的是 16 吋的轮圈 但是这个设计跟 RX 版本有一点不一样 它的这个 Dualtone Color 比较没有那么明显 可是在 RX 版本会比较明显 但是大家不要怀疑都是 16 吋 至于在 S 跟 E 的版本 采用的则是 15 吋的 Dualtone 双色轮圈 相比起车头的大方得体车尾 就算不是这个 RX 的版本 它同样的还是非常的运动化 塞域系的天线 小尾翼 还有这个我个人非常喜欢的 3D 视觉效果 LED 尾灯组 这个尾灯组让这款车的这个 视觉效果跟辨识度都非常的高 非常的出色 就算是夜晚一看就会知道它是 City 的 Hatchback 至于打开了这个尾箱空间 大家可以看到虽然它是一台鲜辈车 但是它这个尾箱空间的平整性跟这个深度都非常的足够 就算你和你的朋友做一个三天两夜的旅行 这个行李箱同样的可以满足你的行李需求 而且它还具备了 Honda 的砂头箭 就是 Ultra Seed 设计 它总共有四周模式 可以依照你不同的需求来进行折叠 给到你你最需要的空间表现 我个人觉得这一台车的空间灵活性 在同级对手中应该是没有对手的 一顿操作猛的虎 一看排量1.5 虽然说这一具引擎它的排气量 甚至它的引擎动力表现跟上一代的车款差不多 但是实际上这个引擎是一具全新的引擎 它不仅是从这个单置顶突轮轴变成了双置顶突轮轴 它还导入了 IV-Tay 技术还有 VTC 的技术 最大马力表现是 121PS 峰值扭力表现 145 Nm 可是它的峰值扭力涌现的这个转速 从原本的 4600 转变成了 4300 转 这代表着它有更好的加速表现 除此之外 它的油耗跟排放都会更出色 因此这款车的油耗表现非常赞 内装设计的部分基本上跟这个City 的 Sedan版本是一模一样的 这个头枕可以看到非常的有支撑性 而且乘坐的效果也非常的好 另外我个人也非常喜欢这个皮革包覆的方向盘 不仅这个皮革的质感看起来很出色 握感也很好 上面还有很多的Button 利用说 Croach Control 音量加减键 接电话的按键等等 至于整个内装的布局 同样的比起上一代的City 有着非常大的进步 而且质感也是肉眼可见的升级 这个中间的这个触屏主机尺寸为 8 寸 支援 Android Auto 还有 Apple Cloud Play 另外它的 USB 插槽只在下方 在 USB 插槽的旁边还放置了一个手机的置物格 让你在连接手机的时候 手机可以放在那边 除此之外 车辆也布置了很多很多很多的置物空间 例如前方有杯架 这边有一些零钱格 这里可以放手机 而且还有一个中央扶手 打开里面还有置物空间 所以不管你是要放置零钱 钥匙 手机 皮包等等 都没有问题 但是个人觉得这款车的内装精髓其实还是在这个座椅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桌子 我的身高大概是 180 我坐下去不管是我的肩部支撑 颈部支撑 还是头部支撑 都非常的到位 所以如果你开这台车做长途旅行的话 我相信会非常的舒适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 City Hatchback 的后座空间表现是多么的大 同级基本上是没有对手的 我基本上我不用去量这个脚步空间 你们都可以看这个脚步空间有多大 只是比较可惜的是 这个后座的冷气出风口只有 RS 版本有 如果是这个 V 版本跟其他的版本 这边是一个置物格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我可以坐得很斜很斜很斜 我的脚都还碰不到前面的椅子 你就可以看出这一个后座的空间表现是多么多么的出色的 再提醒大家一次 我的身高是 180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其实都可以坐得很血液 只是如果我坐鞋的话 我的大腿会没有支撑空间 所以如果一般的坐姿的话 这个脚步空间你们觉得你们满意吗 不过我有一点点要说的就是 因为它这个椅子可以做倾倒 多重选择的倾倒 所以它中央会有一点点的凸起 如果你坐在这个中间的话 我觉得舒适性可能会打一点点的折扣 但是作为 B-Segment 的车款 我觉得这样子的空间表现真的是无敌的 至于这个City Hatchback 1.5V 跟 RS 版本有什么差别 主要的就是引擎 还有这个 Honda Sensing 的安全配备 在 RS 版本上面搭载了接近完整的 Honda Sensing 例如说不包含 Stop&Go 的主动式定速巡航 车道维持系统 车道偏移警示 车道偏移辅助 自动紧急刹车 前方撞击预警 眼镜光灯自动调节等等 在这些配备上面 1.5V 版本是看不到的 不过我相信以价格来说 这个 1.5V 版本还是大部分人的最佳选择 另外 大家觉得这辆车帅不帅呢 欢迎在影片的下方留言让我们知道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的简短新车介绍 记得按赞订阅我们的频道哦 我们下次见 拜拜 ~~ ifi一点 词 詞中文字幕 李宗盛 词詞 词曲 字幕 李宗盛 词曲 词曲 词曲